那有人问到说 月经正常是不是就代表排卵正常 基本上这个答案很困难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我们一般在看月经的时候 月经的周期如果会规则的话 我们通常认为它的排卵是正常的 极小部分的状况会碰到说 它的月经来但是没有排卵 其实那个状况我们就不叫做月经 而叫做不正常的一个出血 所以如果是真正的月经正常的状况下 是都有排卵的 那只是在月经期的一个出血 未必真的是月经 例如说我们会碰到一个状况 就是像多囊性卵巢的一个病人 他可能慢性的不排卵 但是他每一个卵泡仍然有荷尔蒙的产生 所以他仍然会有荷尔蒙的一个变化 而导致他内膜的一个剥落 那这种状况他虽然没有排卵 仍然会有内膜剥落的子宫出血 有些人会认为说这个就是他月经来了 但是其实这个只是荷尔蒙的一个变化 而不是真正的月经 所以理论上来讲 月经正常排卵功能就正常 但是常常这个月经 未必是我们所想的月经 而只是一个内膜的变化而已 月经正常是不是就代表排卵正常 基本上这个答案很困难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如果是真正的月经正常的状况下 是都有排卵的 例如说我们会碰到一个状况 就是像多囊性卵巢的一个病人 他可能慢性的不排卵 但是他每一个卵泡 仍然有荷尔蒙的产生 那这种状况他虽然没有排卵 仍然会有内膜剥落的子宫出血 其实那个状况我们就不叫做月经 而叫做不正常的一个出血 这种状况我们就不叫做月经